韓恩子丹 韓恩子丹的机会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合拍片的开放 我们可以进入外地的市场 于是试水之作 徐克就要拍到七剑 其中有一个主角之一 是原来找了韩国人去做的 开镜前两个星期 那个韩国人突然说 没有期间 不知道什么原因 来不了 那就糟了 于是施南生 那时候就是我公司的CEO 他走来跟我说 他说 那你也要找一个有份量的演员 因为那个都是其中我的主角 他说有份量的不可能 两个星期后给你 还有这部片 老爷 他叫常克老爷 要去天山拍 拍两三个月 没有雷工那么远 哪里有个大牌 后面两三个月有期 立即给到你 他说 不过有一个人有期 那个人叫恩子丹 你可以知道 那时候他没有公开 还有 有因缘祭会 因为你去天山拍两三个月 哇 这么辛苦 天寒地冻 一无档期 那些演员就走 所以飞来飞去 后来拍完之后 制片那边告诉我 他说 有一个人 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 就是任劳任远任拍 那个叫恩子丹 动作片 需要一个动作的演员配合 恩子丹 又这么好 就是这么听话 不如就签他 所以 当时我跟恩子丹 就签了三年 三部电影的合约 其实我签他的时候 很多行家就掩着嘴笑 就说 这个人如果红 就红了九世 怎么现在你才签他 那怎么知道 就是 后来一套叶敏 变成了宇宙最强 就是龙虎门 跟着渡火线 跟着叶敏 叶敏就成功了 到谈叶敏二的时候 他的价钱已经回了 他现在听说 三千五百万人民币 你再跟他签叶敏三 听说你给了一个天价 多过你说的那个数 哇 厉害厉害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可以 因为我觉得叶敏三是可以的 还有你说你不想跟他拖拉是吗 是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对那个项目有信心的话 就不要拖拖拉拉 因为时间都会是金钱的 但是你不会说 我曾经给过一个机会 你这样都不给小小面子 你不会做这件事 这件事我觉得不要说 这件事反而是 就是 在一个商业社会是不应该 是吧 在一个商业社会是不应该的 因为他每一个人 都会有他的价值 他奋斗了这么多年 是吧 他年轻的时候 更加打得了 是吧 起码年轻一点 为什么要等到四十多岁 等他叶敏才红呢 所以他红了之后 这个机会他是不是要珍惜呢 他是不是要赚钱呢 这个是人之常情 其实那个成功是相辅相成的 或者我不用五因子丹 他用了第二个做结果 就未必成 是吧 所以这个不可以这么说的 不可以来 不可以来 听到一次 处理 不可以来 这是什么 这个不可以了 词